還有來看的是土城的一條小巷弄 昨天清晨竄出了火蛇 起火地點是民宅前的一排機車 火勢迅速的蔓延 居民在睡夢當中驚醒 趕著滅火 同時報案 從監視器畫面來看 當時拍攝到案發前兩分鐘 有一名行機相當可疑的男子 撐著雨傘走過 攝有眾嫌 從夢中驚醒 大門前一排機車半夜突然竄出火蛇 差點燃燒自家民宅 眼見機車焦黑殘骸扭曲變形 根本難以辨識 一樓住戶甚至整條巷弄間 議論紛紛 居民心有餘悸 一起來就看到一片火海 外面狀況都不知道 沒有辦法出來 火太大了 根本沒有辦法出來 經常很怕 萬年這邊又燒 是不是開航空車就都中了 現在還滾到火了 我們也不知道 滾到火了 哪有可能汽車它會燃燒起來 一定是有人敘意很猛 懷疑其來有字 監視器畫面拍到 清晨僻靜巷弄內 一名男子撐傘走過 兩分鐘後 路旁機車冒出火光 或是向上竄燒染紅黑葉 居民趕忙逃出家門 這起火警共造成18台機車損毀 幸好無人傷亡 只是確切起火的原因 還有帶檢警主意釐清 民視新聞張兆華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